非常不同于过去两年在长城亚太太的主场双方的比赛的一个情况 在过去两个赛季双方的比赛都是最终长城亚太太能够三次 两场比赛都是三次攻破了对方的球门 但是在今天2018他们的主场的与广州福利比赛上半场是没有进球 双方的球员都已经回到了比赛场地上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一触即发 不知道经过中场休息过后双方的主帅如何来对于场场球员进行指导 看下半场是否能够在比赛的过程中看到双方在进攻端的一些改善 或者说防守端持续像下半场一样的稳健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 我们看到在本场比赛主场作战的长城亚太太 他们的全身是穿着一身红 球衣短活球袜 在下半场比赛呢 长城亚太将会从屏幕的右侧来奔左侧进攻 刚刚开场不久 但这球队的球员是两名外援违背 以及呢 是一名外援一名本土球员 在主队这边的违背 撞到了客队广州福利唐淼 两个人也是非常正能量的 进行了友好的握手 确实职业球员需要通过我们职业的中超联赛 为球迷展现非常职业的正能量 现在画面出现的是上半场这次点球事件 这点球伊哈洛的主阀 被程亚蕾扑出来之后 范晓东的补射 我们看到底 他们当时是为什么 摧毯了这个球的补射无效 感觉呢 范晓东在完成打门之后 还是和程亚蕾有身体上的这样的一种接触 下半场比赛 广州福利是全身的 白叶特别主要颜色的上衣 短裤和球外 下半场比赛 广州福利从屏幕的左侧来 广州右侧展开他们的进攻 下半场进攻呢 没有完全地打开 或者是没有完全地打出球队的一种直战主风格 下半场需要在这方面呢 做更好的一个改进 让他就迅速通过前场 在右侧把球传到中路 伊哈洛 这球打到了 但是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队友在右边路给他送出了全球 这是我们在中场点评时提到的 如果说双方在进攻端 哪一点是有明显的一个优与烈的话 那么长城亚太做得更好的 是球队的中前场球员能够更好的为伊哈洛来收工炮弹 而广州福利确实没有太多的球员能够给前面的扎哈维 球队最佳的一个射手 提供更有效的一些深厚的传球 伊哈洛在下半场就给我们感觉到 他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状态 今天非常的不错 刚才在下半场也是依靠自己的一脚打门 率先的吹起了下半场 长城亚太在本场比赛进攻的好战 陈金刚 陈指导不知道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如何的运球帷幄了 需要在下半场比赛我们看看 长城亚太在场上的表现来给出答案 张绍飞已经是冲到了对方的接近球门区的位置 这可惜球没有能够拿住 雷纳丁尿 这球找着还没找得很准 张绍飞在过头右侧 长城亚球没有能够接住 斯珠伊科维席也是在场边 非常的具有个性的一名主教练 我们经常看到他在场边的一些 带有个人情感肢体语言 确实也是很有个性 其实主球比赛是需要这样有个性的个体 才能使主球比赛展现的更加多元化 毕竟是竞技运动 所以融入其中的每一个人 都将会是被这项运动所带出激情 以斯梅洛夫带后场 广州富丽并没有采取高位的逼抢 我们看到前场的三名进攻区球员 扎哈维以及雷纳丁尿尿 包括长飞亚 三人是平行地站好 一个在中场的一个拦截线 并没有去高位的去拼抢 长城亚太阳在后场 把后卫腿拿起的时候的招户 前面以哈洛是单点的高位低线 广州富丽并把球转移到右侧 唐苗在下半场他有过一次 下半场他结束的时候在右边路 右边意外方面的45度的强船 还是船的落点相当不错 唐苗需要在下半场在他的这一侧 增加更多的一个常常助攻的福利和频率 就只能够依靠这样的方式 从右路找到传球突破口 因为这场比赛感觉在下半场 如果广州富丽不能够在进攻中 在阵地战有太多有效的改善的话 今天替补习上的裹脚肖智 作为高中生是可以在下半场去尝试的 将换上肖智之后 可以组成肖智在前场大会的一个高快组合 同时球队在进攻的时候 在2亿的45度的空位是可以直接取球的 下半场的开始之后 不久时间的节奏是上半场完全一致的 给人感觉的并不是非常快速 但是双方在断球手的力度发的都是非常短 可唱拿球 这次进攻是始于他 现在球后在他的脚下把球挤停 最后转移的非常出色 但是力量大了 这个视野是看到了违背 但是出球的力量没有能够控制好 虽然这球没有能够传好 但是确实这个意识和他这一次处理 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两个细节是以后慢慢来去呢 在比赛的积累方面 在训练的积累方面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这个意识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张力不停久 把球队再拨给右侧 这边是蒋哲 拨头到右边 就回到蒋哲的脚下 反正来撤一颗 这场比赛给人的感觉呢 在主场比赛中 肠帝亚太在脚下控球方面 也是取得了非常出色的一个表现 肠之间呢 他们可以在比赛中呢 像现在这样 把球传来传去 并且不丢 非常难能口味 张晓飞把球呢 直接捅给这边的围背 再回给张晓飞 还是内切 传到内部 就说接下来 汤过来 范晓东再传起来 被阻挡了 范晓东的表现 确实也是裹脚级别的表现 非常的活跃 并且非常的高效 张晓东这球 要不是对方拳挡住的话 真能传到一哈的脚前 这边雷纳敌尿要加速了 速度非常快 就传起来 就停下来 调整一下再传的后点 大波队友接到了 还有机会 广州福利的下半场 最有威胁的进攻 看能不能转化射门 门将出来扑了一下 最终 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内 也是随着 一环这一次的 扑球的成功 现场的主队成员 可以了 一片欢呼 斯维一科威胁 肯定认为 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 以作打扫的进攻 但是机缘没有能够 转化成破门 保证福利在下半场比赛中 做得更加出色一点 是在中前场 一旦拿到球阵之后的 推进的速度 要比下半场快很多 这样的话呢 增加了他们在快攻方面 的进攻威胁性 不做过多的传货 有机会直接的去强打 这边围背也是进行了 左手的强传 他在上半场比赛中 感觉和队友之间的 传球的联系 并没有能够做到 非常的有效和出色 围背来自于丹麦 在中前位 在左边前位的位置 都是可以去打的 射门欲望飞风强 现在这场比赛 没有可能他获得太多的打门的机会 来到场地上看的 也是身材 到达220英镑 目前在英冠之后 不用扣福德有的效果 张晓菲打球开起来 投球一点进攻端 找不到 投球子里面 爆高速的结尾 开得非常远 张晓菲还在追啊 这球 但是蒋卓一个非常轻巧的急停 把球回处 又要打回去 给队有些着急了 尼腾的打球破坏 下半场球队的队长 伊藤也是高阶低档 同时还成为了那一次点球事件的不幸者 他的手臂还是最终呢 在想要进行投球结尾的时候 碰到了对方的这个球 所以给了点球 但是呢 没有被对方罚中 所以也算是逃过一劫 但是在其余的防守中的镜头中呢 伊藤表现的还是非常地稳 尼腾的牌 比较一贤 尼腾的 而且也在红尼腾之中 在红尼腾前面呢 又是被拦截 比较一贤的 那边对于伊藤乐 中路的防守多 一前一后 两名福利的球员呢 包加卡 前面呢 又是拦截全球的 对后面有币能力 听到又是 反正范巧东 速度非常快 直接地冲向了底线 在经过国家比赛日子之后 没有在这场比赛中展现任何的疲惫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的过人以及他的速度 所以真的是可以帮助球队 在进入一段加大威胁性的一个点 今天也是有一些忠实的 精诚的广州福利的球迷 与球队进行这样一个长途客场的出征 这是非常不容易 这场比赛也是连续的 在最近两轮长城亚太野的 又一个主场比赛 那么在上一个主场比赛中 我们也介绍过 实际上是说北京人和什么马 没有能够取胜和赞成的评级 所以这场比赛 不仅仅如果能够参加和取胜的话 是本赛的首相 同学是本赛在主场的首相 可以给江山富岛的球迷 送上一个愉快的周末的心情 唐淼在右边路一对三 敢打敢拼 但是这样一种一对三的突破 也说你很难能够有效地 完成带球过人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吸引了对方三人的靠近 首选的还是争取能够把球传到中路 或者交换给侧后方过来接应其他队友来进行传导 那么广州福利呢在头三轮的中条连赛中 一并打进九球 这也就是说场子每场 他们能够攻破对手三次胸 球球进攻火力之强大 从数据方面感参至今天 我们是一分比赛之后呢 这个客场之力对于广州世界来说呢 看起来我们想要打进进球并不容易 杜振宇这边呢看起来呢 稍后呢将会是要被换成长杜振宇呢 在上一场比赛公 也是作为替补球员来上场 那么如果杜振宇呢 作为这场比赛的第一个 被换成长军亚太的球员的话 那么接下来长军亚太的两个换人 就一定将会是30号赵宇宇 以及37号周达地这两名U23球 我们看到杜振宇上场之后呢 替换下的是球队的外援维贝 球队今天的首发阵容中的三名外援 伊斯梅洛夫 维贝以及伊哈洛 这样的一个三外援的一个配置 就是跟球队另外一名外援 7号马鲁尼奥形成没有进入到比赛林档 现在维贝完成了这场比赛 同时表现我们来说呢 是并不是十分的出色 还需要迅速的通过时间 来找到与队友的感觉 同时找到他这个赛技术作息 全新场出的中超联赛的感觉 乌索 乌索 这个上半场作为铁后腰 给我们刘下非常强的印象 亚菲亚还真是能突 节奏感控制得非常好 亚索的控球也是有一定能力的 申请力量对抗也不属于对方 这场比赛他也是非常积极的 希望能够获得一次首发的 在前场前方的位置的机会的情况下 帮助球队破门 我们看看这场比赛是否会使广州势力 继续连续的本赛季的头四个比赛中 都能够有进球 他们现在头三的一共能够打进九球 这场都没有出现 被追回来 但是这一次的边境传统 再回坐过来 还是来到点 雷纳迪尿很有耐心 这边就是叫扎哈维 但是左脚凌空没有抽正 这两个人在上半场 两名外援的连线 是让我们看到过闪光的 那么当所有的其他队友 可能不能有效地来传球 给扎哈维的时候 雷纳迪尿他是能够找到扎哈维的 而在上半场我们看到过 一次的雷纳迪尿尿和扎哈维 一屋锁三人的连线 而刚才又是看到雷纳迪尿尿 确实很准确地给扎哈维来威胁 虽然这次的扎哈维凌空左脚的側抽没有抽中 但是如果不限制或卡断 雷纳迪尿尿与与扎哈维的连线的话 对于亚太后方的最大威胁 这边又是雷纳迪尿尿 叫扎哈维的传球 雷纳迪尿尿打门 稍微偏了一点 只需要两个人 只需要两个人 可能是两道双脚的船接 就形成了雷纳迪尿 在亚太禁区里边的消毒打门 这两个人的威胁性 就是联系在一起倍增 我们看到就是雷纳迪尿尿 找到扎哈维 扎哈维不停手一脚直塞 再给雷纳迪尿尿 双方的船跑都有默契的 双方的出球和接球的过程中 都是知道对方会如何跟自己进行配合 所以这也是这场比赛 可以在接下来去额外关注的看法 我们是律师可能通过雷纳迪尿 扎哈维 雷扎组合 能够在这场比赛中帮助球队 在逆境中攻破亚太后的尖如磐数的防守 长飞亚又是自己长途奔西 对对方三名球员包夹还要过人 这场比赛 只说摘不出来了 带球移动快速是优势 但是如果能够将球让传球移动起来更快速 才也许能够帮助球队取得胜数 高快 高大 回坐下来再兜船 放了上场不久的杜振宇 传到后点找到了谭龙 非常稳的将球交给右侧 再四度高空轰炸 比赛被唐苗碰了一下 最后迅速地把第二个点先破坏 60分钟的比赛 将近60分钟比赛 给人的感觉双方的防守 今天做的都是稳达稳达 而如果中少联赛各自球队的防守 都能够做得如此稳定的话 实际上是对于中少联赛 进攻端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因为面对车速的防守 如果再能够取得进球的话 就证明进攻的水平也有提高 这场比赛给我们感觉 身份的防守性的速度都是非常不错 江基红今天也是出现在球队的三名中位之一 那么在下一轮的比赛中 广州复迷的三名中位 还是队长一层 搭档的U23球员黄振宇 和另外一层层的35号的吉祥 今天是换成了江基红 出现在今天的三中位 广州复迷后场的首发阵 陆振宇将来进行主队压开队的脚球 在下半场的复迷 临近比赛时间越来越近 任何一个定位球都越来越珍贵 和宝贵 投球蹭到后点 寒龙这一次 再把球传起来 第二轮前 左脚打 打到立柱球进了 漂亮 这是一脚势大力前的远射 终于是攻破了 在客队广州复迷球门进球的是 球队的队长张孝飞 果然金左脚在这一瞬间 展现了自己的威力 这是一个第二路点球 弹过来之后 张孝飞左脚直接外脚位的抽射 是抽的脚法正 力量足速度快 角度凋 这球是打中了球门的力柱的内侧 而折进球网 面对这样的一点高质量高速度的手门 对于陈远离来说 确实没有办法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脚球后续 弹龙把球垫出来 中路先顶出来 但是没有能够顶远 可以说是 球砸到了防守球员的头顶中 之后 轻轻地弹到张孝飞的面前 就给了张孝飞这样的一脚 弹地之后的凌空 左脚外脚外的侧抽 就打得实在雕 击中球门的力柱的内眼而至弹入了球网 陈金刚直到内在场边也是看到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兴奋 张孝飞的指导远 在这60分钟 终于是打货了这场比赛 0比0的平衡 也希望这一次进球 可以使接下来的加海商丁捕士 将近半个小时的比赛 能够更加的精彩 和更加的令人期待 这个时候广州福利已经是没有一场退路 他们必须要在竞云端投入动作的兵力 必须要在竞云端发力 争取能够降低分半平 确实在每个赛季做客到长孝飞的主场的时候 广州福利确实都是震动过来 取得太好的一个成绩 我们介绍过在过去的11个 在客场与长孝飞比赛中 广州福利只能是拿下了 两场胜利却输了五场 左方的驴下的四场 现在他们又落后了 这球又断下来 他球再扫起来 这边停下来 杜振宇扣了一下右脚位 趟驴下右脚再打 可以阻挡 还有机会再抽 稍微慢了一点点 没有预测到后边 由福利队的球员回撤来干扰 但是确实感觉到取得了比分领先之后 他们亚太是希望能够在竞云端的趁热打铁 能够迅速的压制住对方 争取能够再次的扩大比寸 或者说能占有进攻的强势 张晓飞面对广州福利的进球 是他在代表长城亚太 面对广州福利打定的个人的第二球 他此前面对广州福利是有过破满的 这脚在进区内的接到第二路边之后 给左脚的抽射也是非常高指标 这边要打二国鱼的撞强配合 但是虽然力量小了一些 没有能够传到全球队 在前场把球船断回来 迅速转移到中路交给了乌索 这边躺秒上来 我们提到过他这边 现在是要必须加强在边路竞争了 雷娜迪妙非常能过人 把球逮出来 乌索上半场有远势的机会 但现在拿球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的 距离球门太远 所以不适应超远距离的打 球倒到乌索 也是传身后 再弹回到扎哈维脚下 和队友迪迪妙又是两个人的 来进行配合 再传身后传起来 唐迪妙过来 能要出来传到空门 没有能够找到接应的队友 但是这个时候 长城亚太爱的球员的站位方面 做的还是非常出色 现在刚才呢 直接的在空门前 把球顶出来 刚才这个关键时刻 看到蒋哲 回撤到中后位的位置上 把这个球呢 落点还是先 直接破坏 就是现在拿球的蒋哲 对于亚太迪来说呢 这个场比赛 现在64分钟 1比0领先 他们只需要再坚持将近半个小时 如果能够拿下胜率的话 本赛季中超联赛首胜 本赛季中超联赛主场的首胜 就要到来 坦龙的速度非常快 可是还是抢下篮 再回坐 就是伊哈洛 又是魔鬼一样的转身 把球还能够再分到边交给坦龙 伊哈洛啊 如此高大的身高 和体重强壮的身体 我们上面提到我 能做出这样的一种凌晓的转身 球员身体的柔韧性 和今天这样比赛的整体的状态 可见一半 在观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同时呢 也是可以使球迷方们意识到 您可以能下载PP体育的APP 进入到本场比赛的聊天室 来与我们直播进行互动 更多精彩赛事内容 正在PP体育社区 这方又是大力度的对撞 中超联赛呢 实际上总是会在每场比赛 给予我们一种力量美 在双方拼抢的时候 力道发得非常足 作为广州复利来说呢 如果在前场能够获得更多的 让对方对自己来进行行犯 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更多的 这样的比赛 前场这一球机会 肖智上场了啊 这样的话肖智呢 替换下了中后卫之一的 幼儿三球员的黄正伟 然后我们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 火车复利是否会去 保持一个三中卫打法 还是回撤 恢复到一个四后卫的打法 至少在占卫方面再看一看 在后场啊 保持负命现在并没有给予的在后场的快速推进 再看一看 大行为 回过这来直接起球 那么肖智在场上之后呢 两个边路是可以直接起球的 同时呢 也可以多增加一些 在进攻时候的一个高空球的 这种尝试 增加进攻的立体的话 如果地面推不进去的话呢 增加高空球也增加立体 进攻的一个效果 小黄的球员呢 还是在一些啊 增加方面 有些不理智 这边的张力 应该是在于运锁的一次犯规中呢 被裁判先出自了黄牌 这边呢 也是和对方的一些啊 交流 愉快的交流 他背后呢 还是直接的撞着下运锁 需要冷静 这些球员呢 要知道自己呢 在球场上呢 是被很多啊 喜爱 足球的啊 让青少年球迷朋友们来自己观看 任何的一个职业球员 在镜头前的一些动作 可能都会影响一些年轻的球员 张力被出示了红牌 同时呢 布塔比赛的主催战马利呢 也是对他进行 考虑上的再度警告 张力呢 需要迅速地来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这个时候 如果球队在主场1比0领先的情况下 由于不冷静 使球队呢 被罚下球员的话呢 就像是非常不明智的一种手法 这球能够绕过对方的军路防守吗 还是很困难 张小飞哭过来 还是从盧林的这一速度中呢 把球员直接的给干扰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有可能感觉到的 就是在火车附地想要施展自己 习惯性地地面的渗透 和两个边路的多名球员 穿插的船接的过程中 却受制于张力亚台今天在中场 已经就布下了一个拼抢积极 奔跑积极防守阵 所以确实推进得很困难 卢林回撤到后腰位 分到右边 唐奔现在肌育的位置非常靠前 而乌手也是在后程来进行乌手 转弓的连接 最近我们看到应该是 如果从这个位置上看呢 如果两名边后位上去的话呢 实际上现在呢 我的速度应该是恢复成了一个四后位 但实际上两名边后位上去之后呢 不会长时间的回到变后位的位置上的时候 在后台你感觉到 我的附近只有两名球员 就两名中位拖在后背 我们当成知道 这个时候他知道 现在的局势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阶段 现在是将近70分钟 在接下来到85分钟之后的15分钟 如果能够咬住比分 保持1比0 或者说在这过程中能够扩大比分的话 这个三分的就基本到手 而对于斯多伊克维奇那边也是明白 在接下来15分钟 广州复利必须要的精英球有所掌握 所以这个时候双方的主帅都是在场面 高度的集中 高度的紧张 张继红 所以双方也是在防守多年 要格外注意在一些威胁位置上 对方可以接着打门的位置上 一定要减少法规 因为这样的话 你给了对方的一次定位球机会 对方就有可能会是转化成一次打门的机会 顾振宇将来主阀 这一次主队长城加泰的前程定位球 看一看出球的落点 这种五角传起来 球带有一个美妙的弧线 最终是攻防的反规 在争抢的时候还是中后位于瑞 在每次球队的定位球队的进攻中 都要是发挥自己投球充顶很强的能力 帮助球队去充顶 但这一刻呢 他是在没有抢到点的情况下 是冲撞了对方的将军红 那么在下半场呢 广州复利是吊上了我们上半场提到过的 果角肖志 肖志呢 曾经在代表河南兼业等队 在职业联赛中面对长城亚太 是出场过15次能够打进两球 当他上场之后呢 能否增加 广州复利在前场的一个高点的竞争 这边以哈洛冲起来啊 这球呢没有能够传转 又弹过了 广州复利的解围 并不是非常干净利索 弹龙把球护住 再交往这边杜正宇左脚再传 以哈洛投球点 以哈洛左脚 又被挡 右脚再打 又被挡 三连射一次投球 一次左脚 一次右脚 但是站在他面前的广州复利的防晓球员 正终也是对准了 现在躺在地上的张成龙好像有如神助 阻挡了以哈洛这三次不同方式进攻 头球顶到了这个张成龙的身体上 左脚又打在了他的身体上 右脚又是踢在了 可能是张成龙的身体上 所以没有能够 以哈洛这场比赛能连续进球 自己也是觉得尽力了 但是确实没有能够坚持危险到文件 这一次伊哈洛的三连射 可以说呢 德语 广州复利刚才在这一次后场的落点局 没有能够干净利索的清理 这是他们在机台的比赛中一定格外要注意的 因为这一次不容戴尔斯的 如果广州复利再丢球的话 这样比赛真的很难 就是又范晓东来一次 差一点点 都足了劲 这球的带有旋转 从密集的双方的进攻 和防守圈的人群中钻过 包抄到了后点 没有被队友能碰到 我们再看一下 范晓东兜起来 这球呢 直接一弹 飞向球门 远端的位置 下半场比赛 范晓东有非常精彩的一交大门 过人 随后内切 最后大门 范晓东此前面对广州复利 在中超联赛中 是有过一次进球的 也是攻破过对手的球门 看这边往这复利的进攻 还在犹豫 在传到中路 雷纳迪妙 只能回传 通过庐林 扣住到左侧 只会回到中场的庐林脚下 大范围的转移 虽然给的有点靠后 但至少呢 邱先生呢还在唐苗脚下 我们看到在射门方面呢 确实 亚太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18对9 同时摄政方面呢 也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通过这个数据 你可以感觉到这场比赛 在进攻端 效率 踢得更加出色的 毫无疑问 是长城亚太 这确实颠覆了 我们对于本赛季 广州复利 在进攻方面 火爆的表现的一种感觉 但确实呢 我们也提到过 这样比赛对于广州复利来说呢 也是一个艰难的 长途的科长助理 他们现在还有时间 毕竟才74分钟 唐菲亚 好像呢 控制在脚下 脚本领导一波 一边调整起来 看看扎哈维 左脚打 高了 发为个人的射门能力很强 个人创造打门的能力更强 刚才自己一个人 实际上左两个脚 那来回的 发为右脚一扣 左脚就抽 连贯动作非常的快 而且我们看到 这扣这一下时间 把何超就给扣开 同时呢 也在对方的中后位 余热没有冲上来之前 左脚的打门空间就出来了 迅速把球打向球稳 但是没有压住 是一颗位棋 也是喝一口水 直接补一补体能 在场面呢 大声地和场上球员来进行交流 这个时候他需要帮助球队 在逆境中 终于能够找到这场比赛 逼平甚至是奇迹反超的一条途径 当一支球队在逆境情况下 能够反败为胜的时候 可能证明这些球队 才是货人架势的准强度 打顺风球 很多球队都能打得很 这边又来了 场面下过人 再横波 又是扎哈维又要领了一下 再过人 被何超放倒 全都倒地了 何超在这场比赛中呢 此前有过一张黄牌 所以接下来防守端动作 一定要格外地注意 而这个位置上 是我们所介绍过的 其实是广州腹地 应该去争取 多获得定位球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 扎哈维造成的 本方的直接任一球 是可以直接打门的 距离发球股非常近 任一球如果帮助他们 追平比分的话 他们就采用了一个捷径 采用了在本队今天 从阵地战打得不佳的情况下 还能够把比分奔平 进攻的多手段 多样化 定位球是必须 是美地球的高度重视 无论是进攻论 还是防守队 伊凡也是在和身前的队友 来进行着大声的交流 要占好一个防守位 而远道而来的福利的球迷 也是依然站立着 来观看球队的比赛 扎哈维亲自摆球 有个证明的 他将会亲自地来助罚 亚太队的人强 可以说不仅高 而且强壮 这时候三名球员站在罚球点 我们感觉扎哈维 主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双手插腰 扎哈维 但是这也是对于伊凡 常识亚太队门将的一次考验 看一看这次定位球 把福利是否能够把握住 这边扎哈维 右脚打门 越过人向飞上球门 球进了 扎哈维 你必须要说 他确实是球队的扎球王 就是在球队的逆境中 就是在比赛的困境中 核心球员闪光一瞬 比分就变平了 所以你可以说 这场比赛 常识亚太如果平局的话 难道他们的防守都是不佳吗 确实没有 但是谁让扎哈维 他就是扎哈维 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呢 帮助球队不仅仅投四轮中超联赛 每场都有进修的情况下 扎哈维也是又完成了一笔进球 这就是实力 这就是天赋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我们看到这一脚 任一球 炫过了高高跃起的人强 伊斯梅洛夫可以说 跳到了自己能跳到最高的位置 这球呢 从人强的高低的分界线 这个空间中钻了进来 非常刁钻的 又穿越了一帆的防守 表达在第78分钟的时候 扎哈维帮助广州复利 顽强地将比分半评 变成了1比1 所以可以说这场比赛 到目前为止的两立进球 都是非常的精彩 也都是值得呢 去在这一轮中超的 精彩进球的评选中呢 能够来参与 无论是张晓菲左脚爆高的 大力的抽射 还是扎哈维 这可以说是惊艳的任一球的仪式 确实被人感觉呢 在比赛过程中 球星对于一支球队 核心对于一支球队的重要性 这边看看又是捅过来 差一点点的能够强到 以斯宁多佛能把球前解围 而在比分发生了变化之后 这个时候 广州福利的球员势气呢 会大震 希望能够趁着打铁完成力转 对于亚太来说呢 现在是格外的要 顶过这一个不敌的阶段 现在他们有快速反击的机会 乌索已经限制住了 亚太队这边的进攻的球员 不准于把球再回座 张力拿球 还是纵向出球啊 没有和队友形成默契 也说其实可以跟右侧呢 去倒一下 那么扎哈维取得的进球呢 是他 代表广州福利 面对长春亚太 个人所打进的第一球 在此前 广州福利呢 是有五人代表 福利队在中超 攻破过长春亚太的球门 但是没有扎哈维 那么肖志 乌索 雷纳迪尼奥 卢林和常菲亚 曾经呢代表 广州福利是攻破过亚太的球门 但是现在 扎哈维通过任一球的直接破门 成为了这支广州福利队 在中超面对亚太 第六个攻破对手球门的球员 这一球不仅仅是给球队带来 可能一个连赛的积分 同时呢是能够使球队呢 延续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在比赛中的一个状态和势头 我们介绍过呢 头十一场主场的亚太比赛 他们能够不败 就说明 长春亚太的主场呢 往往对于客队来说呢 将是一个艰难的 一个比赛场地 能从这里拿走一份 其实实际不易 但是双方都还有时间 最终改变这场比赛的比分 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 股正一把球回坐 这边张肖飞 左脚呢没有能够传进去 还是能够获得一个脚球 同时这个时候 在比赛进入到81分钟之后 比分是1比1 这个时候双方是要保这场平局 还是要在争胜 这样的一个抉择 也是现在双方的两名主教练 头脑中要飞速和高速运转的 那么抢三分 如果抢不好 很可能丢一分 所以就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我们要去得外去关注 杜振宇把球开起来 后面投球顶了一下 高了 来自于于瑞 他这场比赛的 投球的攻门能力 展现无疑 非常强大 至少他抢到三到四次 直接的第一落点 这回是顶正了 但是没有能够压住 在他面前 对方两名球员 也是高高跃起干扰他 那么无论是中后位姜之洪 还是另外的球员 都是在面前的干扰了余瑞 投球冲顶时候的发力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能够将球顶正 展现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身体素质和弹跳能力 广州福利是这个赛季中超联赛中 到目前为止最善于远射的球队 福利在此前的三路比赛中 能够有五角通过远射 来去攻破对方的球门 虽然这场比赛扎哈维的任意 球职业火门 不能称之为一种实际的 运动战的远射 但是也是一角远距离的火门 所以福利的确实擅长于远程的 进攻中的一种大门和威胁 这边换脚就传起来 投球顶了一下 这是我们提到的 肖志在场上就可以用投球去充点 而这个球身后应该是卢林 用左脚直接传的 右脚停 左脚兜 球传的落点非常不错 那么找到了肖志 而肖志这个球 因为说队友给他喂的很舒服 他也是顶向了球门 确实比分半明之后 广州福利队的场上球员的心态 会更加平稳 这也有利于他们的 在接下来比分中 发挥着更加的出水 唐苗 把球员分到旁边 在控球率方面 在比分变成了1比1之后 毫无疑问 广州福利队的现在战友 绝对的优势 他们实体起来了 对于长城亚卡来说 这个阶段是一个讨厌 但这个阶段又绝对是 但是必须要抵过去了 真的 确实很难一时间就接受 在主场取得领先的时候 在比赛接近80分钟的时候 可以逼平 可能又要延缓球队 获得本赛季联赛首胜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长城亚卡 应该迅速地摆脱比分 对5球队的场上球员的干扰 正确让他士气鼓舞起来 更多地获得球权 更多地来发起进攻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更多地将球能够冲击 能够传导 能够吊到 能够吊到 对方的禁区内 赵明宇换一下何超 这是长城亚卡这边的U23 球员换U23 何超在下车上 有在走路时候的疼痛感 但是长城亚卡也是拼尽了全力 上场这30号的时候 那U23前赵明宇 上场之后 便在左边路拿球 体能肯定是有优势的 把他回座 因为你再兜起来 就是两名下半场 换上场的亚太球员的连线 就有点大 弹龙给球救下来 弹龙再枪传 就被打下来 对于弹龙呢 也是给予了 富力队这边防守球员的高度重损 他在边路和在前锋的位置上 是有非常强的突破能力 同时速度很快 上个赛季呢 也是完成了 不错的进球和助攻的成绩单 上个赛季是弹龙呢 取决了这一生涯突破的一个赛季 就弹出来 小猴哥再一波 就从队友接应出来 再强打 赛季呢 刚一开场上场的时候呢 队友给他的球呢 他正好在左边路 所以他在左边路突了一下 现在呢 又回到了右侧 刚才是在右侧呢 也是参与了自己的边路进攻 这还是卢林啊 我们看到左脚直接传弧线球 找到了肖志 肖志也顶不到 但是顶球的位置距离球门呢 太远 所以呢 被伊凡直接的扑在身下 更多的 就去打一些高空球 发挥肖志的作用 在支点方面 中方的作用不仅仅可以投球攻门 还可以投球把 球呢 顶下来 第二个点再去打 投球顶到了啊 门将铺了 这是扎哈维的投球 我们都在谈论肖志的投球的威胁性的时候 扎哈维用自己的投球呢 完成了一次攻门 这个球顶的也是四两拨千斤 非常的巧妙 未必发力很足 但是球却顶得很正 但是伊凡也展现出来 自己作为一名优秀门将的一个特点 反应很快 这球我们看到一个侧呼 这球呢 扑出了旁边一端 86分钟 广州福利呢 看起来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样比赛中 客场来一个逆转 长城亚太呢 是本赛季投球 攻破对方球门 今天投球背 攻破本方球门最多的球队 那么应该说长城亚太呢 是比较怕投球的一支球队 这个赛季已经是四次被对方投球破门了 这个数量呢和上赛季是完全持平的 所以越在这种情况下呢 广州福利呢 越移能发挥自己在高空球充顶上的一种威胁性 跑动距离 长城亚太毫无疑问 也是占有明显的优势 94公里 对张亚太的就是应务 长城亚太呢是一支善于坎空 或者坎空非常积极的球队 那么在广州福利这边呢 虽然整体的跑动球员的累积数量不如长城亚太 但是球队里也是突破了90这个大关 这场客场也对他们来算得非常的不容易 是否是平局 虽然上进普时可能也就是六七分钟 这就算多的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如果再出现破门的话 将会形成绝杀球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长城亚太呢 是在比赛中的先拔头筹 就不同于他们的在本赛季的头三场 现在这次入锁 带的有点多 所以没有能够在中场呢 找到过人的基本 长城亚太在长城亚太的本赛季呢 中超的头三场比赛呢 是全部都对方先进行 这场比赛呢 他们在落后情况下呢 两平一复 没有能够任何的反败为胜 这场比赛呢 他们是先进球 但最终呢 也是目前是平局状态 盘龙被换下 而换上场呢 将会给周达币 这是这场比赛 第三个被换上场的长城亚太的球员 那么毫无疑问 也将是一个U23的球员 那么周达币呢 在上一轮比赛中 是球队的首发十一人 出现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 这边看看是不是长菲亚要被换下 9号长菲亚被换下 而上场呢 是广州克力的40号 陈伟明是U23的球员 所以呢 在比赛最后阶段的双方 的主教练 必须要将U23政策实施和贯彻 同时6号 另外的U23的球员 赛昊健也上场了 张成龙是被陈伟明换下 而赛昊健呢 是换下了 就是另外的球员 所以说呢 一口气 就是说一口被行的 也是完成了这场比赛 他应该去完成了 换上两个U23球员的一个行为 不正于 上场之后 在下半场之后 在左边又频频的 可以有拿起来的机会 这球交给范晓东 在底线附近 再传到门前 一哈洛顶到了 快回去顶了 还有机会 又要再打 但是高了 就是张力 很可惜 这球啊 一哈洛是把自己的头到空中 追向来球的方向 只要碰到 都有可能把球的近距离 砸进球门 但是居然这个球呢 是弹到了身后 我们再看一下 范晓东是瞄着 一哈洛去传的 但是一哈洛在顶球的时候 这身体的方向啊 没有能够摆正 球反而是顶到了后边 头呢 接触皮球的时候的部位啊 没有能够吃住 最后张力率的时候 就没有能够打正 三分钟 其实这场比赛 最终 伤挺古实 所以呢 胜负 就要看 接下来三分钟的一个决定 这边在右边 又是以速度突破 形成了船中的机会 再将球传起来 稍微高了一点 还有被还有 再打 又被挡出来 看小冬呢 也是积极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出球 看小冬亚他也希望能够 这边就是有机会 没有能够急早的船就去啊 没有能够急早的船就去啊 没有能够把他一起的 能够有效的船到中路 伏地队的游手转弓 能够可以让他一秒 所以很开拓地利用场地宽度拉边 就到了中场无锁的位置 很有节奏感 它就能控一控 赛脚扎哈维 这边余瑞向了球破坏 这边余瑞向了球破坏 这边游锁 这边游锁 可以说呢 如果在主场呢 被 在过去两个赛季主场都拿下的 广州复利逼平的话呢 场上亚赛多多少少 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对于这场比赛的过程来说 我们看到广州复利是绝对可以接受 现在这样一个平局状态 他们确实呢 在比赛的下半场的进攻 没有能够打得很顺 下半场的依靠 扎哈维个人的努力 现在进行不关平 扎秒这一次把球捅进来 扎哈维在横坐 雷娜迪尼奥 这球啊 打得害正了 感觉像是一脚绝杀球的出现 但是伊凡啊 下半场比赛展现了自己的水准 上半场我们感觉了 伊凡是有出击一次 比较犹豫速度不够快的一个表现 但是你看到下半场 这一次的测锋呢 还是见水准 雷娜迪尼奥的这一脚远射啊 也是导出了在中路的一个空位 这个时候长亚赛 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 在和超下去之后 后腰位置上的保护 刚才这个位置给雷娜迪尼奥 可以看到如此大的空间和长时间的 远射的机会 这是应该要格外注意 要知道 我们也介绍过 广州福利是中场最擅长远射的球员 这边乌索也要快发 虽然是三星卜山要最有20秒 可能广州福利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 把球摘下来 肖志芬的右边 唐淼尼上来 调整一下唐淼尼再穿中 被挡出来 他们又是护球 还有机会再扫起来 看看投球 这边乌索 打在横梁里头 再顶 又是横梁 再顶 又被队员给挡出来 又是这一波广州福利的三连射 但是两次被立柱所阻挡 而这时候我们看到 斯绿余科维奇在场边 应该示意呢 可能又出现一个 有防守球员手球犯规的情况 我们需要在这比赛最后阶段 在这比赛的商品补食阶段 来去关注这场比赛 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画面 但是必须要说 广州福利刚才这一波三连射 让人看着他们距离反败为胜 就只差瞬息之间了 现在主台办马力 再次和视频助理台办复明 来进行这隔空的对话 我们看看到底这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场面 确实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的最后 高潮阶段如此之 忽硕迷离和令人期待和令人享受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唐淼再相求传起来 无所停球 无所射门 横梁挡出来 投球再顶 又被横梁挡出来 再次顶到防守球员的身体上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一个手球呢 投球来自于雷纳迪尼 我们再看一下雷纳迪要投球 这个位置还是不能够太看清楚 挡住来球的是余瑞 这个角度还是并不能看得太清楚 这个时候双方都试图去给予裁判一些自己的影响 这边还是一比一个比分 维持着圆判 并没有出现手球的一判划 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主裁判要跑到场边自己亲自来去观看录像 这样的话也出现了视频助理裁判的三种情况之一 那么视频助理裁判受到VR 这个主裁判受到VR 视频助理裁判给予的意见之后 他可以直接听 也可以直接的回绝不停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主裁判说我自己看 最终呢 做出决定 但不管怎么样 无论视频助理裁判给出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意见 最终的决定是由主裁判来去观看 这球打得衡量没问题 又顶到衡量没问题 就这一下 这还是这个角度看不清楚 到底余瑞 这个出现了红盘可能 那这个比赛最后阶段会出现点球吗 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在足球比赛中的运用 这场比赛也许又成为一个案例 余瑞现在显得非常的无奈 这场比赛他其实表现得非常的神勇 但是可能最后这一次他有手球 直接挡住对方投球攻门的嫌疑 被直红罚下 这场上余瑞被在比赛最后阶段 由于自己在禁区内的一个 一次用手挡住对方的进球 对方过来被红盘而罚下 那么很可能接下来将会有一个绝大点球了 真没想到这场比赛最后的阶段 却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一个画面 在比赛最后的五秒钟的时候 广州妇女的一波 进攻的三连数 虽然头两次是被衡量无形的拒绝 但是最后这一次 林亚迪尼奥的投球再顶 不仅仅的帮助球队获得一个 可能会取得胜利的机会 一个点球 同时还让对方被罚下了一名中后位 林亚迪尼奥自己亲自准备主打 距离球的位置非常远 所以这将是一个高速的助跑 随后用自己的左脚打门 上半场 要知道伊哈洛的点球是没进的 这回是要考验伊凡 看他是否能够像上半场 成岳迪尼奥扑出对方外援的点球 林亚迪尼奥还是奔后退 然后再调整一下 开始助跑停顿一下 左脚打门球进了 这样的话 广州复利 依靠林亚迪尼奥在商品补食最后阶段 这是乌索的一个 这个还是林亚迪尼奥进的 乌索过来跑过来庆祝 依靠林亚迪尼奥的进球 最终2比1 现在是反败为胜了 因为现在所胜的时间已经是非常少了 所以这个点球的伐重 可以帮助广州复利 在时隔三年以来 首次在长春亚太的主场 能够取得联赛层面的胜利 维纳迪尼奥顿挫感很强的一个助跑 随后左脚的发力 这球打得很刁 虽然伊凡已经判断出来 做出了正确位置上的侧扑 但是他扑得再快 不如雷纳迪尼奥的这脚球踢得更快 比分出现了一个 可以说反败为胜的情况 这边我们看一看 这个比赛的最后阶段好像 长春亚太这一边也是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对啊我们看看刚才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折点 现在广州复利的球员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 这可能是在这场比赛的最后 又是最后五秒钟的时候 又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看这球在禁区里边 吹了卢林啊 对于张力的犯规 这卢林现在一脸的啊 这个踢倒的 是在长春亚太队这边的 刚刚上场的周大帝123球员 这也是一个点球啊 这样的话呢 比分很有可能又变成平局啊 最后 确实太具有戏剧性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伊哈洛在上面场的点球没发气 所以这回呢 发点球的将不会是伊哈洛 这个比赛确实是值得球迷在赛后呢 经常的回味 只是在独秒阶段的各自一个点球 看看这边能否将比分蓝平开始助跑 左脚打门 被门匠扑出来 再补射伊哈洛 球进了 这样的话呢 比分还是2比2 而进球呢是补射的伊哈洛 连续两轮比赛都取得进球啊 台湾的手势呢 那进球有效 比分呢已经变成2比2 就是98分的50秒 伊哈洛呢 这场比赛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积极 以及非常的卖力 所以在商品股市阶段 让伊哈洛完成一次帮助球队 单评比分的进球 也是对于他这场比赛 辛勤努力的一个回报 比赛的最后阶段 由于戏剧性的画面太多 太频繁 这也引起了双方球员一些争执 比赛的最后阶段 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会是左右比赛的一个竞争 所以说呢 这些看法也是会经常引起啊 状况周恩的一些争执 我承越了铺点球确实有一手啊 但是呢 这些上半场 下半场突出的点球 都是奔前去捕 所以其实是给了对方球员 可以补射的机会 上半场呢 是范晓东那一架 补射 最后呢 由于攻方犯规 没有算 像伊哈洛讲球呢 不重 上方球员的情绪都很难控制 最终啊 没有想到2比1的比分 还能如此细续性能变成2比2 看起来那足球比赛你真的 不到结束那一瞬间 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一个预演 因为当时我在 我们育力在2比1的时候 就这样比赛 应该说是能够客场拿下胜利 谁会想出现这样的一种画面呢 伊哈洛在90分钟 加9分钟的时间里 这个时候双方的情绪都非常的过激啊 要冷静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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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远端伊哈洛 实际上是在杜振宇 来发点球 处球之前 有点准备 已经是跑到了禁区内 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呢 实际上应该是给予一个重罚 那我们都知道点球的时候 有时候是重罚 那么由于在其他的队员的这种 在没有点球主罚手碰到 提球之前进入到禁区内 应该是重罚 但如果要是主罚的球员的 两次出球 或者一瞬间停顿的话 那将是直接就吹这次点球 不效 我们看看这一次到底 才发哪里来这套判法 那看起来要是重罚了 比球尼又投到了 这一边的 复利队的进区内 所以伊哈洛不开心了 连续两轮本来都可以算是有进球 现在看起来要改成重罚 也是现在显得非常欺负 就是伊哈洛上面场呢 就有过这样的对于才发的 看法的一些不满 这个时候 看起来的球员呢 显得是非常的亢奋 这次其实才要冷静 作为队长 张晓菲呢 这次应该首先控制一下 伊哈洛的情绪 随后呢 也是要积极地和总盘进行沟通 我们再从这个画面看到啊 确实你看 杜正宇在踢球没有出球之前 实践伊哈洛的位置 他已经是进入到了进区内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将会 看起来是一个 把球拿起来 会不会是一个重罚呢 伊哈洛还在迭队不休 他现在应该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出牌了 这个非常不值得 伊哈洛非常的愤怒 这样的话呢 被黄牌警告 还是要在比赛中的冷静啊 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 因为这场比赛他非常卖力 我们也提到过 我们也看到了 非常努力啊 这球直接给吹了无效 所以还是2比1 这个比赛呢 确实太具有这样的戏剧性了 在左边路 比赛最后的阶段 还会再补三分钟 已经是103分钟 这边又来了一脚啊 扎哈维 为了抓紧时间 他们俩在迅速手抛球 确实在与时间赛跑 但伊斯梅洛夫的球呢 还是踢到空中 所以说差别人吹响全场比赛 在结束哨音 这样的话在今天进行中超联赛的 第四轮的比赛中的常人亚太 最终呢是在主场的1比2 是给了广州福利 球队呢在头四轮的中超联赛中呢 只拿下两平两负的成绩 那么这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呢 在商品补食的最后阶段呢 是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画面 嗯不仅仅是出现了 广州福利呢在独秒阶段的一个点球 使他们反败为胜 将比分反超 同时呢在比赛最后阶段 长生亚太也是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 但是一个违规的行为呢 使他们这个点球最终呢被出判无效 尼哈洛由于他个人的一种啊 在点球主罚的时候的违规影响了球队最终的成绩 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在头90分钟时间里面呢 都是非常的一种正规的来进行 但是商品补食呢却极具戏剧性 也成为了这场比赛最终可能被球阶段 继续的一个时间段 也吃吧